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解答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乒乓网微信公众号底部这位叫Tesla的球友提问说 反手拉球和反手师反手领有什么区别 这个也属于一种什么概念上面的混淆不清 我们所有的反手弧圈球技术都称为反手拉球 它是个统称 我们包括的一般的什么呢 反手的拉加转 反手拉前冲 反手连续快拉 反手的相持弧圈球 反手对拉 以及我们台内球的什么呢 反手领 反手快师 反手反师等等 全部都属于什么呢 反手拉球技术 反手很多技术 它都属于弧圈球技术 它都叫反手拉球 只不过说我们在针对不同来球 不同旋转 不同情况的条件下 做出不同的动作反馈而已 比如说我领的动作 它也是拉 只不过说我这个动作是 用手腕 手腕也架起来 用手腕去转 所以叫领 它也是叫反手拉球 反手弧圈球 只不过说我起下圆球的时候 重心低一点摩擦多一点 就是说它的所有技术框架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但无非是这个动作结构上面有细微的变化 有的手腕多一点 比如说师的时候啊 我可能横向转动 对吧 拍面压得多 横向转动多一点 我在中远它拉球的时候 摩擦手臂幅度更大一些 是吧 在对拉的时候幅度更大一点 是这个区别 所以我稍微来示范几个球 大家有一个概念上面的认识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拉对面防 我们一般叫反手连续快拉 对吧 这叫反手的连续快拉 在一个对面发下圆球 拉起来 这属于反手的这个加转呼拳球 或者说一般你觉得这个不转 我可以前冲 这个叫反手加转和前冲呼拳球 多球发下圆 发下圆我拉起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加转 好 再发这种 旋转不是特别强的 我前冲 他可以变成了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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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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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这个就叫做反手前冲撞击的成分多 再一个反手撕 反手撕就是说一般这种不转 或者一般的上弦 我可以用反手撕的这个动作 看一下 这个叫做反手撕 那么一般就说这种 如果是对方拉过来的球 你用这种反手撕的动作 我们就叫做反手反撕 再就是反手领拉 反手领拉就是一般的台内球 都可以用反手领拉的动作 摩擦上台 好看一下 就一般的台内球 就一般的台内球都可以领 不管是上弦下弦 但如果是对方的能量 对方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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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尽量 对方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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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像这个能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这就是反手领垃圾技术 那么反手如果说拍面稍微测一点 力的多一点 磨砂球侧面 又可以叫做反手撤领 看一下垃圾板 撤领就拍面稍微力一点 就处理一些这种 你旋转判断不是很清楚的 这种带侧旋的球啊 或者下旋的球啊 你可以用撤领的动作 上台率高一些 那一般的下旋 你用撤领的话 更加容易上台 你可能手望 稍微往上提一点 就上台了 而且撤领 球过去撤拐的比较多 球比较撤拐 这是撤领 我还没关系 我到底没有 我可以把这种双双双双双双射光 好 今天就把基本上反手所有的这个技术 演示了一遍 希望呢你能够对这个拉呀 施呀 领呀 能够搞清楚 不管是什么动作 什么球 它都属于我们反手拉球的一种 所以说你要练好反手拉球啊 首先要把整个动作框架给固定好 你不管是拉下旋也好 去撕也好 去领也好 你整个发力结构它都是一样的 对吧 都要用到什么腰腹 前面带动手腕的这个快速抖动 快速摩擦 对吧 你没有这个体会到的话 你所有的技术都是运用不出来的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也有乒乓球方面的技术问题 请打开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进行提问 本视频由乒乓球第一教学网站 乒乓网制作播出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全民学乒乓的视频呢 可以点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订阅 打开微信扫一扫 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 扫描左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 乒乓球技术文章 乒乓网最新活动 还在犹豫什么呢